看见装备栏里的设备们 照着来一套就行了 还可以 这看哪到哪啊 再来 两把毒眼蛇不敲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就用它们两个了 但还有最后一个 今天怎么了 全带皮肤的 钢铁AWM都来了 这热打铁 钢铁六甲也不远了 我的天哪 我去 真来了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再来一个 好家伙 这也行 成大白菜了吗 以前看十多个都没有 今天连着除 再来个头 吓我一跳 以为真是钢铁六头呢 还好还好 运气不要一次花锅 得留着点 那就从这里面选择装备进游戏了 两码步枪正好 毒眼蛇AK当主武器 毒眼蛇SGA装榴弹发射系 如果选AWM的话 天赋就不好办了 毒眼蛇AK配个六倍镜也挺稳的 前面那人好像卡住了 卡Bug了吧 貌似真卡住了 这不就成了带宰的羔羊吗 动都动不了 这也行 BOSS再钓个钢铁就完美了 最近对自己的运气很有自信 最喜欢站着和我吐吐的BOSS 爆红了 学校都打完再来看看阿诚的 哎 天剑一脚不少 没听错吧 BOSS都没有 老溜吗 曾经我就被里面的老六遛过 也算是吃过咸炎的人 还想遛我 果然你个老六 这招对我不管用了 还行吧 武器甲拿回去到最后也是卖给黑市 一个卖十万 跟个蓝图一样 好 上面刷了个BOSS 再去打一下 这把就当BOSS专业货 哎呀 我记住这个人了 没猜错的话 在阿诚BOSS处 我才刚从那出来 等我打完了BOSS再去收拾它 NICE又爆个红 你看红的发起了 看见了 它跳出去了 不会就这么溜了吧 追 人机帮我指路了 刚才不是偷袭我吗 搞定 嗨 这把东门西走的 就得到一个武器甲 太不满意了 想不到第二个空降BOSS又耍在这 又是这个颜色 两个盒子在一起 后面这个就点不开 坑啊 幸好没爆红 这把就装这么点 可以说非常耻辱了 为了扭转局面 我决定不在BOSS身上碰运气了 买一把信号胶 直接进辐射区就完了 等等 有人下来 哎呀 不解脱了 推一下走它就大 没了吧 到我了 轻松搞定 熟着这个路口 不说无敌也差不多 五级吧 比五级夹好 还是金条靠谱啊 金条可买一切 哇 好多 太肥了 根本停不下来 不错不错 这把辐射区很给面子 打一把信号枪 轻轻松松返回 至少两百多万 返回了 两百二十万 BOSS不给好东西的时候 我就去辐射区 和老宝收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